台股今天大跌 但是IC设计族群 展现了抗跌的力道 比如说发哥 发哥今天新的天机7300的 一系列晶片正式的发表了 今天开低之后回到了平坛 而且今天拉回 守住了五日均线 同样在今天盘中震荡比较大的 比如说安国 安国是开高走低 收盘也守五日均线 领阳也是最低的热门焦点股 今天开低震荡 即便震荡都守住五日均线 神盾集团的心顶就更强了 今天盘中一度的拉出 第四根的涨停 虽然没有锁住 但我们就要来问了 今天好多IC设计震荡过后 有没有机会维持现在的强势 今天显示了资金没有跑 他们在期待什么 发歌有谁 六月份带着他们飞高高 明哲我们请您上台来 为什么今天IC设计可以抗跌 后面有哪些题材 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 消费性电子的旺季 那这个原本对于IC设计来讲 因为他们毕竟是在 电子产业的最上游 原本他们那个发酵的时间 就会比其他的科技股稍微早一点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觉得这几年的美中科技战 它某种程度上面 它其实也凸显了台湾IC设计的重要性 怎么说 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你会发现反正美国那边动不动 就有一个新的管制措施去做出现 但大家可以发现 就是说过往 如果说以IC设计的这个实力来看的话 当然还是美国最好 但你会发现就是说 当这个科技战开始打之后 大家会发现 其实台湾的IC设计的实力 其实还不错 所以你会发现说 中国那天可能有一些被禁止的 他们就会找台湾的一个厂商来做合作 但问如何 这个其实都凸显了台湾的IC设计的产业 它的研发能量是强大的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觉得最近其实台湾的IC设计厂商 也有被国际看到 什么意思 因为在今年有两次的GDR的发行 这个GDR就是全球的存托凭证 那简单来说就是跟外国人募资 那这两家事实上都是这个高价的IC设计的个股 包括了3661的市新 它在今年的元月份的时候 它发行了370万单位的GDR 大概就是370万股 对于股本息失失4.74% 然后在海外募集了4.12亿美元 那GDR其实都在卢森堡挂牌 它换算的价格每单位是111.53 大概就是3500块钱的台币 那这两天 这个5269的强硕 它那个GDR也发行完成了 就是530万的单位 然后对股本息是7.1 那募集金额是3.3亿美元 单位价格是62.2亿美元 大概是2000元台币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你看他们当然去海外募资 他们的这个说法都是说 当然就是要在国外买一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整体来讲 当然就不用说台币再去换当地的货币 然后当地货币再去买东西 他们就直接跟海外做募资 但它能够募集完成 其实某种程度上就第一个 海外投资人有那个需求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 这些公司其实在海外 它没有大家想的那个默默无闻 就是你去想一个问题 今天如果有国外的公司来台湾 要发行TDR 发行TDR 我一定要认识它 我才会认它 才敢认 对所以这个其实代表就是说 台湾的IC设计 其实在国外也算是非常有名 再加上说 如果我们以产业的角度来看 这个要特别感谢公益院提供最新的数据 你看从2020年当时的产值 这个是台币 8529 然后一路到这个2021年 当时疫情的关系来到1.21兆 然后1.23兆 2023年有一点下滑 但是到了2024年 你可以看到 今年预估的产值可以来到1.26兆 这个值它是创下新高 那为什么 因为AI的需求太多 所以IC设计的产值 如果说在这个时间点 它能够往上走 然后这个接下来又是消费性电子的旺季 我想这个是这个时间点当中 市场会比较关注IC设计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AI的点火 所以产值增加 真的去激发IC设计的触媒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是在于AI 那尤其是在于最近期 其实有非常多的IC设计的厂商 它往这个IP领域去做发酵 对 当然讲到西智台 大家第一时间讲到就是按摩 对 你看 它本益比可以来这么高 但对于国内的这个IC设计 转IP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也比我们一般人认为说 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强 但事实上你会发现 国际的大厂都是用他们的IP 之前我们曾经谈过一个议题 就是国际的科技大厂 他们有那个自研晶片的那个效应 简单来说就是 我看苹果 它自己用那个什么A10级 A10级然后M级的晶片 感觉自己做得很好 我自己来做 对 我自己来做 那尤其是因为大家都要训练自己的 AI的相关的功能 对 所以他们希望说 能够做自己的晶片 所以你看包括像是 Intel的Guardian 3 这个它相关台厂的IP 用的就是世心 包括微软的Maya 它用的IP就是创意 包括亚马逊的Trainian 它用的是世心 Google的TPU 它用的是世心 难怪世心目资目的这么好 对啊 所以它其实 没有大家所想象中那么末无问 那Meta的MTIA 这个我们之前谈过嘛 不是不会念哦 那个他们自己就这样念的 它用的是金星科 然后特斯拉的Dojo 超级电 他们是用世心 对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就台湾的这些IP厂商来讲 他们是真的有接到订单 而且真的是跟国际大厂来做合作 那除了这些 因为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就是 这基本上价格都没有 没有500块以上都不太好意思讲了 但是最近其实有一些 算是新的跨入到IP的领域的公司 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是神盾 它砸了47并购IP厂 前瞻科技 对 然后在去年的年底 你看哦 这个光大家都认为说 它是那个NB代工厂 对不对 你看音业达它也有IP 千月两大的国际客户 那当然最近期最热的是这个 辛顶 他们就有一个产品叫 SITA SITA-I的AI 他们跟日本领先的AI方案厂商 达成设计委托合作 这个是带动过去这四天 它的股价都能够供到掌金板 最主要的条件 OK好 所以接下来IC设计 因为有了AI的点火 产值会增加 其中很多的IC设计 因为切入了IP 大厂纷纷要自己研发自己的晶片 他们要仰来就是台湾的IP厂商 这是过去大家认知好贵的 这是最近兴起之秀 在现在的选股 空手的要介入 应该要怎么介入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还是有 当然还是要先从比较贵的 先跟各位做谈起 因为的确因为IP的 它的那个想象空间比较大 所以市场都会给予它 比较高的评价 那如果说以这个最符合 就是它基本面完全没有超出 它的股价完全没有超出 基本面范畴 应该看就联发科 那当然刚刚祝华其实也谈到 就是说它今天推出 天机7300的晶片 那这个是属于运用在 中高阶的手机上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它高阶的晶片叫9嘛 对不对 就是9300 那接下来可能是9400 那这个7300最主要是 中高阶的手机 那关键是在于 第一个它支援AI 好 第二个它支援折叠 所以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接下来因为那个 安卓阵营大概在 第一季先把手机撑退光了 然后接下来又会抢在 苹果之间再推一步 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有这个 中国的厂商开始推手机的时候 会不会是以这个为主 对因为它有支援这个折叠手机 所以它会这样做 我觉得有它的原因存在 那另外跟 辉达合作车用跟 AIP晶片 这个我们过去也跟大家谈到 那全年获利如果挑战6个股本 其实说真的 现在本益比20倍上下 其实并不算是特别高 所以大家就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在整个三月份之后 事实上当时那个IC设计 因为事情一直沿路下跌的关系 所以很多股价其实都有创下波段新低 但是你看最近其实创高的股价 其实大概都是早早就见到波段的低点 你看像是联发科 它之前低点在这个地方 对 上来之后它回来它没有破底 然后没有破底 它现在股价又在创下新高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说 它在这个礼拜一 因为它召开那个股东会嘛 所以当时它股价 其实有一个多方的选择 但我要问 因为昨天 十方老师跟坤仁都认为说 现在的价位当然本益比不高 但是以它的相对价格来说高 所以他们认为说 1200以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买进点 但它好像就下不来 它会跌到1200以下吗 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卡 其实我觉得价格高不高 有时候不是单纯 只看它的一个股价的位置 你要跟同业来做比较 看一下高通好了 你说就市场知名度 其实我说这联发科也不差 NTK也不差了 但你看高通的股价涨到这里 其实你去对照 如果说我是刚创新高 刚创新高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所以某种程度上面 我觉得联发科的 当然就绝对位置来讲 因为它创新高 所以它一定是位置是高的 但是如果就相对位置来讲 其实我觉得它并没有那么来的可能 所以联发科 接下来上面的空间还大有可为 这是联发科 来接下来世新 那世新的部分 当然其实我们刚刚谈到有GDR 然后在这个月 其实最引人注目的 因为那天我们看到那个私募 我们都吓一跳 那个是亚马逊 然后下面那个股东是贝佐斯 竟然在这个公开资讯 观测站里面出现了贝佐斯的名字 对没有错 所以第一个当然 它有亚马逊的私募入股 而且听过它今天召开股东会 就是有股东问他说 问老板说 那要不要跟辉达一样分拆 太贵了买不起 两三千块 你如果一拆时 它就在200多300多 结果老板怎么讲 老板说不排除 就是他们还在思考 要不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不排除分拆的可能性 他没有把话说实了 另外他谈到这个成长的力道部分 他就说 今明年的营收大概都会成长30%以上 那可能明年会比今年的力道上面稍微差一点点 因为今年算是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但是他们在今年有这个连2到3奈米的一个 这个订单的一个专案 那大概要两三年的时间 所以在2026年会开花结果 来看一下事情 今天收2915块钱 这修正完了没呢 基本上我觉得修正完了 那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 大家如果记得这一段有印象的话 那时候是讲的是什么 亚马逊的订单可能会掉 对 但是你看第一个我有入股 当时公司讲说没有掉 但是没有人要信 然后后来 你看现在贝佐斯进来了 他是不是告诉你说 那就是 就是他做了吗 就是真的有做啊 对啊 所以你看到股价 其实从这个位阶之后 他没有再度创下波段新帝 当然必须讲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 这一段下来 其实套牢的人比较多 但是的确要攻上去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 但是目前看起来 的确底部是有点打出来的味道 所以我是认为说 这个可能当然要稍稍有点耐心 但是这个价格其实应该 要往再大幅度往下空间 应该不是很了解 好 接下来是今天 哇 震荡很大的 神盾集团 现在看安国 对 那安国的部分 它是入股新核半导体 跨入到IP领域 那原本的持股是55% 那当然在5月初的时候 他们有在增加 那目前持股应该在90%左右 那目前它是有6奈米 7奈米的AI 跟高速运算的相关 那公司谈到说 下半年会优于上半年 然后今年有机会转亏为宜 我们刚刚谈到联发科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谈到说 它的股价其实没有在创波段新低 对 事实上安国它也是属于那个股价 没有在创波段新低的个股 因为你刚刚看到 市新的低点是发生在5月初 对不对 但是你看股价的部分 它其实从 一底比一底的 它其实底部是有往上垫的 当然我之前有开玩笑讲说 安国在令人失望这件事情上面 它从而不令人失望 我说的是股价 那支援的部分 它是有整合小晶片 2.5D跟3D的现金封装 那它是台湾第一家安某设计的合作伙伴 所以它之前有一个 新增值是310块 所以当然当时回来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说 现增的价格应该要稍微守一下吧 没有它是先呈现跌破 但是目前看起来有点要回那个 现增价的味道 所以整体来说 当然这个其实会跟我刚刚谈到 市新的那看法是一样的 就是当然这个回测过程当中 它有非常多的套劳卖牙 它的确需要时间做消化 但是就股价的一个角度来看 目前应该是有打底的机会 好慢慢的等它持续的打底量 可能也要慢慢的放出来 对没有错 来金星科 对那金星科它是Meta资料中心 AI加速器 它就是用的用的是金星科的 Risk-Fi的处理器 那营收是连期一年创新高 所以代表说应该这样讲 因为之前我们谈过就是 如果说我要有一个开源架构 如果我不是用Intel的那个X86 就是现代的晶片是这样吗 不是X86就是安某 要不然就是Risk-Fi 这个是属于比较开源的架构 那现在往这个领域发展的公司 的确是比较少 所以当然这个对金星科来讲 因为竞争者少 所以它的营收的确是有往上去做的走高 那公司讲说AI是它的主要应用 当然这张股票的问题在于 它的成交量比较小 你看今天就249 对它成交量是稍微比较小一点点 但是你看一样的一个概念是 它的股价其实也有点打出底部的味道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IC设计 它的股价在四月底五月初 见到不乱低点之后 其实最近其实都没有在做破新低的动作 如果搭配上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消费性电子的一个旺季 我倒是觉得说大家可以去留意它后续的发展 了解 好 谢谢明哲 请先回座IC设计 如果以今天来说相对的抗跌 这资金没有走的理由是哪一些 说不定期待这些题材 相关个股的操作策略 听我给你做参考了 接下来来提航海王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带您检视航海王的股价 今天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了 孙明德主任要告诉您 到底现在红海危机影响到的全球经济 怎么样回测这资金的流向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您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